朋友们大家好啊 今天是12月1号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半钟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前门步行街 今天啊 北京最高温度只有5度 我估计这会儿也就是一两度啊 但是没想到啊 这个点了前门步行街上人还这么多 给大家看看吧 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啊 前日子来这个前门步行街 这个树上的树叶子还特别多啊 这两天 这刮大风前两天 全都刮没了 一场大风进入了冬天 大家看看 这很多都是旅游游客 这边是鲜鱼口 里边可以吃一些小吃 警方小吃啊 特性鱼的包子还都是不错的 大家看这边就是 大石烂商业街的东入口了啊 很多人读这个大石烂呢 读成大炸的 其实北京人是读大石烂 大家看里边 人也是挺多的 里边有德运社的 有两家德运社 可以去听听相声 张一元还有 还有好多老字号 张一元茶叶呀 同仁堂啊 还有很多的老字号 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人太多 我就不去了啊 咱们冲着步行街 一路向北走 大家看看 大骑子的 这是导游啊 现在来北京旅游的啊 基本都是这个 中老年人为主啊 年轻人不是很多 这年轻人啊 都在上班呢 咱们看脚底下走的这条路啊 这叫做御路 以前只有皇上能走 很多人还问我 来了北京买什么特产呀 可以给你买一点什么特产 比如我跟大家说一下吧 比如那个爱吃肉的 可以来点天赋号的酱肘子啊 然后可以买一些道乡村的点心 道乡村的点心就买三合标志的 看这个方专厂这边 每天都排队 今儿都排队了 这现在到了旅游淡季了啊 人少多了 像十月份人还挺多的呢 包括十十一月中旬的时候 人还挺多的呢 到了十一月底了 就人就少了 看这是排队吃炸酱面的吗 现在还排队啊 我以为不排队了呢 全聚德不排队了啊 看全聚德 这边还有一个外卖窗口 我这个当当车啊 彻底停到这儿不动了 大家经常问 现在北京冷不冷啊 大家看看 这街上这人们都穿什么衣服 你就知道北京冷不冷了 这会儿伸出去手啊 待上五六分钟 手就真的就冻麻了 看这人少多了呀 所以说现在来北京是旅游淡季啊 人少 宾馆住宿也比较少 也比较好定了 好定宾馆了 而且这宾馆的价格啊 它也便宜了 不像以前 不像十一那会儿这么贵了 暑假十一 那会儿是最贵的时候 现在宾馆便宜了 估计都得对外便宜了 你看 这边是一个天性居 他家的炒干包子非常不错 始建于1862年 也是老字号了 看看这人 暑假的时候 那人山人海的 包括十一 还有十一月十几号的时候 我过来 这个都是人几人 今天人终于少了 宿敬了 可以踏踏实实的逛一逛了 这边就是天符号了 天符号酱肉 慈禧爱吃 慈禧给了他们家一块腰牌 每天定时定量的 往这个紫禁城里边给它送酱肉 然后这边就是杜莎夫人蜡像馆 大家看看这些蜡像啊 看看这是谁 成龙吗 是不是它 好像啊 看看这个美女 是不是像真的一样 我不跟你说看不出来是蜡像吧 看到没有 再往前走啊 就到正阳桥的这个牌楼这了 过去正阳桥牌楼 就是前门的建楼 建楼后边就 过去建楼呢 就是正阳门城楼 正阳门城楼后边 就是毛主席寄建堂了 看到没有 这人少多了吧 朋友们 今天是真冷啊 但是冷归冷 但是我 这人比我想象的人还要多一些啊 我想着没几个人呢 这大街上 没想到还有 有人也不少 看那边 大骑子的 又来了一波人游客 全都是跟着旅游团出来的 跟着旅游团出来玩 就有一点好处 这些景点的门票啊 您就不用自己订了 他们都给您安排好了 然后也会给您讲解的比较好 带着您逛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 行程安排的特别的紧 跟着他们这一天下来也挺累的 如果是自由行的话 大家做好攻略 时间自由一点也不会这么累 看到没有 那全都是旅游团啊 没想到这个点了 还这个点了 还这么多人呢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吧 今天这个建楼 看起来还是蛮漂亮的 下午我很少来这儿啊 这还头一次快晚上了 来这儿 那这个视频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 想来北京旅游的朋友们 看到大街上这些人 您知道您该带什么衣服了吧 羽绒服啊 一定要带羽绒服 北京现在还是很冷的 很冷的 很冷的 律活 亏